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学习债权投资的账务处理 好,那这一块呢 我们给大家讲账务处理的时候 我们讲的是债权投资 那后面呢 我们会看到一个长期债券投资的例题 虽然我们这儿没有讲长期债券投资 但是我们说过了 和债权投资的账务处理是类似的 就是把科目做一个替换就行了 你把这里的债权投资替换成长期债券投资 然后明细科目你也对应的给它替换了就可以了 所以他俩的账务处理是类似的 好,那么接下来首先我们来看 第一块账务处理就是购入债券时 那购入债券是不是就是我们取得这项资产的时候呀 对不对 因为你买回来债券了 哎,我们是作为债权投资这个资产可算的吗 那就相当于我增加了一项资产债权投资吧 所以我应该怎么做分路 你既然增加资产了 那你先判断一下 我这个资产按照什么金额增加呢 我入账金额是多少来着 我们讲计量原则 初始计量的时候 我们怎么给大家说的 入账金额是谁加谁 购买价款加上相关税费 对不对 所以你看我们这里举的这个例子 假定价款是120万 相关税费是5万 没有包含垫付的利息呀 所以我们的入账金额是不是就是120加上5万 125万 那也就是说 我们借方增加资产 肯定是按照125万来增加的 这就是我这资产的入账金额 但是我们强调过 那么你写债权投资这个资产的时候 一定得写上什么 明细科目吧 那刚刚说过了 取得的时候 我们那个明细科目会涉及到谁呀 一个是成本 一个是利息调整吧 那我一共要寄的是125万 那资产的这俩明细科目各寄多少呢 好 首先我们成本这个明细科目 它寄的是面值 那我告诉你了 这里资产的面值是100万 对不对 好 面值寄到成本了 那你看看 资产一共要寄125万 也就是借方我们的资产一共是增加125万 那你成本寄了100万 利息调整寄多少 不就是剩下的25万吗 所以借方我们又寄了债权投资 利息调整25万 你这就没有必要再写一次债权投资了 因为它上面已经写了债权投资了 你俩明细科目是挨着的 对不对 你底下直接写利息调整就行 金额就是25万 这个25万不就是我们说的 你的入账金额和你寄到成本的金额之间的差额吗 就是你剩下的要往资产寄的 对不对 好 那资产增加我们反映出来了吧 一共增加了多少 你看借方我们资产是不是一共增加了125万呀 这就是他的入账金额嘛 好 那贷方呢 你花钱了 银行存款减少125万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里对应的取得式的账务处理 那你看一下 我们借方这俩明细科目的汇总 这125万就是我们这项资产的入账金额 对不对 就是资产的入账金额 那这道题啊 大家发现没有 我们给出的价款是高于面值的 所以这属于什么情况呀 溢价购入的情况 好 那对于这个分路 大家注意一下啊 实际上你发现没有 我们这个利息调整的金额 它其实就是谁和谁的差额呀 我们说了 就是你入账金额和你寄到成本之间的差额 就是面值之间的差额吧 但它其实就是我们借贷方的差额 对不对呀 你看借方你成本寄了100万 贷方你一共是付了125万 所以最后借贷方的差额 不就是我们寄利息调整的金额吗 所以我们一般写这个取得时的分路啊 我们一般习惯上是这么去写的 它更简单 你不是取得资产了吗 好 那我们首先借方寄资产增加 但是你得写明细科目呀 我们就先写上成本 成本的金额都不用算 就是面值 这是第一步 那第二步呢 你不是花钱了吗 一共花了125万 这个数也好算吧 贷方就寄银行存款125万 最后你借贷方得平吧 那我们根据借贷方的差额 这里是寄到借方我们寄利息调整25万 所以我们在取得的时候 你这个利息调整啊 就不用像我们刚刚这么做的了 先算出入账金额 再扣除掉成本的这个金额 剩下的往利息调整里寄 其实利息调整 我们一般最后去根据借贷方的差额来算就可以了 所以第一步先干嘛 借记债权投资成本增加 成本的金额是现成的就是面值 第二步呢 贷方银行存款减少 这就是你实际支付的款项 最后第三步借贷差 我们记到利息调整 好 所以这就是我们给大家看到 溢价的情况下 我们对应的处理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例题啊 这里我们把价款改了 其他都没变 假定说我们购入的这个债券 价款是80万 税费是5万 面值还是100万 好 大家就用我们刚才的那个做分录的方法 你把这个分录写写 买回来债券第一步先干嘛 先借方增加资产 债权投资 是不是先写上成本这个明信科目呀 对不对 金额是多少 面值吧 那第二步呢 先甭管利息调整 我们先看看你一共花了多少钱 哎 贷方银行存款减少 价款是80万 相关税费是5万 所以我们一共支付了85万 最后第三步是不是借贷差呀 你会发现 哎 借方之前是100 贷方是85 所以借贷差我们是不是得跑到贷方了 是15万 我们进哪 债权投资 利息调整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做分录的三个步骤 所以你看一下 当折价的时候 也就是价款低于面值 这不就属于折价购入债券吗 你会发现利息调整 是不是跑到贷方了 你看看前面溢价 前面溢价购入的时候 人的利息调整是在借方的 那这里折价的情况下 利息调整就跑到贷方了 那你来算一算啊 我们这个资产 它的入账金额是多少 你就看着分录 你告诉我 这个资产的入账金额是多少 你看借方我们是不是寄了资产了 寄了资产一百万 那不就是资产增加了一百吗 对不对 那你贷方是不是也寄资产了 我们贷方寄了债权投资十五万 那不就是资产减少了十五万吗 所以最终我们资产的入账金额 就是八十五万 就是这两名系科目的汇总 只不过利息调整跑到贷方了 它反映的是资产减少 所以你汇总之后是八十五万 那我们刚刚溢价那个呢 资产的两个名系科目 它都在借方 所以你汇总就直接加在一起就可以了 因为借方就是资产增加嘛 所以它的入账金额就是一百二十五万 这里的利息调整是在贷方 对吧 所以你汇总的时候相当于资产减少了十五万 那最终我们的入账金额就是八十五万 那你看看是不是八十五万呀 入账金额不就是购买价款加上相关税费吗 没问题吧 购买价款八十 相关税费五万 那不就是八十五万吗 所以这两个分路就是两个比较简单的情况下 我们在取得债权投资时我们对应的会计处理 那不管是溢价还是折价 大家一定要记住 利息调整你就放到最后一步 根据借贷方的差额来确定 好 那这里呢 我们把刚刚的第一道例题给它稍微复杂一下 加一个条件啊 价款虽然还是一百二 但是人家告诉你了 里边包含了已到复息期 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十万 那么大家想想这十万我们说得单独拿出来放到哪儿 放到应收利息当中 对不对 那相关税费还是五万面值呢 还是一百万 那这种情况下 我应该怎么处理呢 来 想着我们那个步骤啊 第一步先干嘛 买回来资产了 所以借方计债权投资增加 那明细课目是谁 成本金额是面值 这个没问题吧 那第二步呢 哎 你这里是不是有垫付的利息啊 所以第二步这里我们比刚才多了一步 就是要把你垫付的这十万的利息 就跟交易性金融资产一样 我们寄到应收利息当中 好 这就是第二步 那第三步就跟前面一样了 我看看我一共花了多少钱呀 这儿是支付了一百二 这儿是支付了五万 所以一共花了一百二十五万 最后第四步算算借贷差 那你看看借贷差是多少 这里借方一共寄了一百一十万 对不对 贷方是一百二十五万 所以借方是不是还差十五万呀 那借贷差这十五万 我们就寄到借方的借权投资利息调整当中 所以这就是如果我们价款里有垫付的利息的话 那我们做分路就这四个步骤 利息调整你就最后一个步骤 根据借贷方的差额来算就可以了 好 那这个分路做完了之后 我还是要提那个问题啊 你来告诉我这个债权投资的入账金额是多少呢 那我们有两种方法 第一个你只看分路 来看这个分路告诉我入账金额是多少 资产的入账金额不就是这个分路里 这个资产的两个明细科目余额的汇总吗 对不对 好那你看看怎么汇总 借方成本这块 我们是不是寄了一百万呀 相当于是不是资产增加了一百万 那资产的另外一个明细科目 它也是寄借方 那是不是资产又增加了十五万呀 所以这俩明细科目汇总到一起 就是我资产一共寄的金额 对不对 那你一共寄了多少 借方一共寄了一百一十五万 这就是我的入账金额 那我们还有另外一种方法 就是不看分路 直接看题 我们说过了 它的初始计量原则就是 我们是按照购买价款 加上相关税费来计量的 但是这里的购买价款 因为包含了十万垫付的利息 是不是就把这十万扣掉呀 那么再加上我们的相关税费 所以它的入账金额一百一十五万 这就是我们两种方法下 计算入账金额的情况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取得到这儿 就完整了 那我们再翻回来看一看 刚才做过的那个单选题啊 20年的年初 某企业购买了一项公司债券 剩余的年限是五年 划分为与贪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价款是一千二 垫付的利息是五十万 支付的相关税费是十万 看到这儿就行了 我们把分路给它写出来 来第一步先干嘛 买回来资产了 我们先借方计资产增加 所以借记债券投资吧 那我们首先得写上明细科目成本 成本是多少来着 后面这儿也得看啊 面值一千五 对不对 所以这儿记一千五百万 那第二步呢 你是不是有垫付的利息啊 垫付的利息单独拿出来 寄应收利息 是多少呢 五十万元 对吧 好第三步该干嘛了 看看我们一共花了多少钱呀 贷方银行存款减少了多少呢 价款一千二 加上税费十万 一千二百一 来最后一步是不是借贷差 寄利息调整呀 你看看借方计了多少 一五五零 贷方计了一二一零 所以贷方还得计多少 三百四十万 对不对 所以这三百四十万 我们就寄到贷方的债权投资 利息调整这个明细科目 这就是我们这道题对应的会计分路 所以你只看着这个分路来告诉我 这个资产的入账金额是多少 看着分路说 不就是利亚明细科目的汇总吗 那你看看 借方我们资产寄了多少 一千五 那是不是表示资产增加了一千五呀 那你贷方计了资产多少 三百四 那是不是反映的是资产减少了三百四呀 你资产你贷方不就减少吗 所以两者的差额你算算是多少 1160 这不就是我们这个资产的入账金额吗 所以通过这道题 我们把取得时的分路还是需要去掌握的 就这四个步骤 这就是最完整的快捷分路了 所以这里你看到了吗 我们这道题它对应的是折价购入 对不对 面值比较大 价款低于面值 那我们利息调整就在贷方 如果是溢价购入呢 它就在借方 所以这块你要知道 利息调整什么时候在借呢 溢价的时候 像我们前面举的价款是120万的情况下 你会发现利息调整就在借方 对不对 那如果是折价的话 你会发现利息调整就在贷方 好 那么取得这块 我们就给大家说完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持有期间的会计处理 那首先第一个最简单的分路是什么 就是当我们收到了价款里 包含的那个 垫付的利息的时候 怎么做分路呀 你垫付的时候 是不是既应收利息了 那你现在收回来了 那不就借记银行存款增加吗 贷方呢 就没有这个债权了 所以贷方冲掉应收利息 这就是我们持有期间的第一个处理 也是相对来说最简单的一个处理 那我们再来看看持有期间的第二个处理 也是这一块呢 相对来说不太好理解的地方 那对于债权投资呢 我们说过了 它的业务模式就是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的目标的 也就是一般情况下 它会持有到期的 那么我们持有期间就会涉及到确认利息收入的处理 对不对 每持有一年 我们是不是就要确认这一年的利息收入呀 那具体的分路怎么做呢 好 你比如说啊 我们的持有期间是三年 这是一个三年期的债券 那现在到了第一年的年末了 也就是我们持有了一年了 那这一年的利息我们是不是就应该收到呀 那如果说我们这个债券是分期支付利息的话 那对于第一年我们应该收到的利息 你就直接借方击应收利息就行了 因为什么呀 分期嘛 说明你这个利息很快就要收到了 那么当然 如果说我们的利息是到期才支付的 也就是到期才一次性的还本付息的话 那么我们第一年应该收到的利息 刚刚说过了 就不能进行收利息了 对不对 因为你是很久以后才能收到的 它就不属于流动资产了 那我们就要换成债权投资应激利息了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两种付息方式下 你借方击的处理 好 那这块如果你是小企业的话 也是一样的道理 好 你把科目换成长期债券投资就行了 后面也是应激利息 所以后面小企业这个处理啊 其实我们在这儿你不看也行 它和债权投资是一样的 你只不过把科目换一下就可以了 那我们借方就记的是什么呀 就是你应该拿到的利息嘛 对吧 如果是马上能拿到的 那就是应收利息 如果是到期才能拿到的 那就记到债权投资应激利息 但是不管我们是哪一种付息方式 你这个金额 你这个金额是怎么确定的呀 我们前面给大家说过吧 你买债券 你能拿到的这个利息 甭管是现在拿到 还是到期后才能拿到 这个利息是咋算的呀 就是我们这个债券的什么利息呀 是票面利息 那么票面利息是怎么算的呀 你比如说 我们这个债券的面值是一百万 然后它的票面利率是百分之六 那就是说我一年应该拿到六万的利息 这个就叫票面利息 那如果你这六万的利息啊 很快就能拿到 它是分期支付的 我们就借记应收利息六万 那如果说你这个利息啊 是到期才能拿到 那我们借方就计债券投资 应计利息六万 所以借方根据你的复习方式 选择相应的科目 但是金额都是票面利息 好那借方我们处理完了 贷方呢 哎你想想 你买债券 这是属于投资吧 对不对 那你能拿到的利息 不就是你的投资收益吗 所以贷方我们相应的 就要确认投资收益了 那很多同学说了 哎这不就跟交易性金融资产那一样吗 哎你能拿到的利息 贷方就是你的投资收益 所以我们这是不是一样呀 贷方直接寄投资收益六万呢 哎这一块大家注意了 这里我们和交易性金融资产 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 以贷方确认的投资收益 它并不等于我们借方的票面利息 他俩不相等 那你想想 如果说我们借贷方 他俩不相等 那就有差额吧 你差额怎么处理呢 我们就寄到债权投资利息调整当中 好那你看到这肯定懵了 这是什么意思呀 为啥他俩不相等呢 那不相等为什么 差额又往债权投资利息调整里去寄呢 哎这里呢 我们就给大家分两种情况 一个是溢价购入 一个是折价购入 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哈 为啥他俩是不相等的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溢价的情况啊 给大家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啊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例子简单点啊 就不涉及到什么相关税费了 就一个价格一个面值啊 你比如说哎我们购入了债券 价格是120万面值是100万 好也没有什么垫付的利息 你想想这分路咋做 第一步买回来资产了 借记债权投资 先写上成本金额是面值 对不对呀 然后第二步 贷方一共花了多少钱呀 价格是120呢 银行存款减少120 最后借贷差是不是寄到借方的债权投资 利息调整金额20万面值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购入债券时的分路 你发现了吧 利息调整是寄借方 为啥呀 一价不就都寄借方吗 对不对 折价是会寄到贷方的 好 假定这个债券呢 它的期限 我们给他举个例子啊 是四年 好 这个债券的期限是四年 我们要持有四年的 那么到了年末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就要去确认它的什么了 就要去确认它的利息收入了 对不对 你就要去确认利息收入了 那我们确认利息收入的时候 怎么确认呢 哎 这个我们刚刚说了 你借方就是你能拿到的利息 贷方是投资收益 它还会有借贷差 那我们就给大家解释一下 为啥那个投资收益 和我们借方你要收到的那个利息 是不相等的呢 这里我们需要给大家再补充一个条件啊 你比如说 我们这个债券啊 它的票面利率是6% 好 这个债券的票面利率是6% 那也就是说 我们用面值乘以6% 一年是不是能拿到6万的利息啊 那这6万的利息我们寄哪呀 如果你是分期支付的话 那我们到了第一年年末 是不是直接寄应收利息6万就行了 就这6万很快就能拿到了 对不对 但是我们说了 贷方我们在确认投资收益的时候 这个金额可不是6万 那为啥我拿到的利息不是我的投资收益呢 来 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大家先想一下 那这里我们既然是溢价 也就是价格高于面值购入了这个债券 那你想一想啊 你为啥愿意高于面值去买这个债券呀 高了多少钱 高了20万 也就是你为啥愿意多花20万去买这个债券呀 是不是因为这个债券的利率高呀 对不对 你利率高你才愿意多花钱吗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 哎 你这多花的20万 就是为了以后能拿到一个高利率的债券而付出的代价呀 就是因为这个债券利率高 你以后能拿到高利息 所以你愿意多花20万吗 所以他就是为了以后拿到高利息付出的代价 对不对 那代价我们给他换一个词 就是你付出的损失 对不对 为了拿到高的利率 那你就付出了这20万的代价 相当于发生了这20万的损失 那有同学就会说了 那既然是损失 你取得债券的时候 你咋不直接把这20万给他寄到损失里呀 寄到个损一类的科目里 不行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这个债券 它是四年期的 对不对 你付出这20万 是不是意味着你为了未来四年都拿到高利息 你才付出了这个代价呀 所以这20万是为了未来四年都拿到高利息才发生的损失 那我们是不是就得把这损失给他分摊到这四年呀 对不对 你就是为了未来四年每一年都能拿到高利息 我才愿意多花这20万吗 所以这20万的损失 我不能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直接给他寄到损失里 你寄到第一年的损失 那不行 我们这个损失是要给他分摊到这四年的 那我咋分摊呀 你比如说我采取一个比较简单的分摊方法啊 我就直接按年分摊 那你不要分摊到四年呢 我每年给他分摊五万的损失 所以你想想啊 这个损失啊 我们前面给他加个负号啊 虽然我们第一年能拿到六万的利息 但是我们实际的投资收益不是这六万 是吧 还要扣除掉我们分摊进来的五万的损失呀 所以实际的投资收益是多少 是一万 对不对 实际的投资收益是一万 所以我们贷方 你只能寄投资收益一万 那你借贷方的差额这五万是啥 不就是我们分摊进来的损失吗 那你分摊进来的损失 你寄哪个科目呀 大家想想 这损失说的是啥 不就是你这二十万吗 对不对 你要分摊的这二十万吗 二十万是啥 不就是你价格高于面值的部分 就是你溢价的部分吗 对不对 你多花的钱吗 那你溢价的部分原来寄到哪了 原来寄到债权投资利息调整里了 那既然原来都寄到利息调整 那你分摊这二十万 不就相当于分摊这个利息调整吗 所以我们当期分摊的这五万 就应该寄到债权投资利息调整当中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投资收益和你应收的利息 是不相等的 那么我们借贷方的差额要寄到利息调整 就是因为你这个差额就是你分摊的那个溢价部分 对不对 那你溢价原来都寄到利息调整了 那你现在分摊的时候当然也应该通过利息调整这个科目核算了 所以你会发现你看取得债券的时候 利息调整是在借方 对吧 那么我们在分摊这个溢价 分摊这个损失的时候 利息调整就在贷方 对不对 你原来借方有二十万 我贷方借了五万 那利息调整是不是就余额减少了五万呀 这是第一年 那么到了第二年又减少五万 第三年又减少五万 最后一年它的余额是不是就为零了 这就叫做什么呀 利息调整的摊销 每一年都要减少 每一年都要减少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折一架的摊销 所以这个利息调整为什么要分摊 原因就在这 它代表的就是我们付出的代价吗 其实就是我们发生了这个损失 那这损失是为了四年都拿到较高的利息而发生的 所以我们得分摊给这四年 所以每一年的投资收益 就得用我们能拿到的利息扣除掉我们分摊进来的损失 那得到的这一半才是你实际的投资收益 那我们借贷方的差额 不就是你分摊的这个溢价 分摊的这个损失吗 哎我们也是通过利息调整这个科目核算的 因为你原来这二十万都计利息调整了 那分摊的时候我们就在相反的方向去减少利息调整就可以了 对不对 哎这就是我们这种情况下 溢价购物的情况下 我们在确认利息收入的时候 为什么这么做分路的原因 所以虽然这块我们给大家展开去讲解了 但实际上你最后不太理解 其实影响也不大 你只要这个分路会做就可以了 你知道这几个数是怎么来的就行了 你看借方应收利息 这是票面利息 没问题吧 面值乘以票面利率 那你这个代方的投资收益咋算的呢 哎我这儿的利息调整一共是二十万 那我要分摊四年 所以一年分摊五万 那就相当有分摊进来的损失是五万 那六万减去你的损失五万 所以最终的投资收益是一万 所以你这一块关键的就是说 这几个金额是怎么算出来的 你要清楚 这就是我们这块的核心内容 实际上为什么这样做 考试肯定是不考你的 但是为了方便大家去理解 我们还是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 那我们再来看看 第二种情况啊 就是折价购入的情况 来举个例子 假定价格是八十万 这应该是P啊 然后我们的面值还是一百万 然后N呢还是四年 利率呢还是百分之六 那我们来先把取得时的分数做一下 那么在购入债券时 首先借记债权投资成本 成本的金额是一百万面值 对不对 然后我们的贷方计银行存款减少 一共花了八十万 最后借贷方的差额 这里是不是跑到贷方了 我们就记到债权投资 利息调整当中了 好 这就是我们取得时的分路 对不对呀 好 那么现在假设到了第一年的年末了 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呀 跟刚才类似的是 首先你借方也是应收利息 哎我们第一年应该收到的利息 是不是六万呀 没问题吧 第一年应该收到的是六万的利息 那我们的投资收益是多少呢 这个投资收益你怎么算呀 来我们再给大家分析一下 你这不是还是四年期的吗 好 那刚才我们说了 你溢价的时候 多花的二十万 可以看成是未来四年 都想拿到高利息而付出的代价吗 所以它就可以看成是你的一个损失 对不对 多花了二十万 那就是损失吗 那这损失 我们就给它分摊到每一年了 那这里是不是一个相反的情况呀 你这里是少花了二十万吧 对不对 那你价格是八十面值是一百 是少花了二十万 那你看一下 这少花的二十万你可以怎么理解 你为啥就能少花二十万呀 你一定是因为这个债券的利率比较低 对不对 它的利率低没人买 所以它的价格就低嘛 所以我们少花的这二十万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未来四年 每年都拿到较低的利率 给我们的一个补偿呀 对不对 因为你四年都拿到较低的利率 所以现在给你 哎 便宜二十万 就是让你少花二十万 这二十万就是这四年 给我们的一个补偿嘛 那补偿我们就换一个词 叫收益 对不对 但是这二十万呢 我们不能在取得的时候 直接给它寄到收益里 因为它是未来四年的补偿 你四年都拿到低利率的补偿 所以一样 这二十万的收益 我们也得给它分摊到这四年 那每年分摊多少收益呀 你比如说我们就平均分 每年是不是分摊五万的收益呀 所以你想想 我们这儿的投资收益 那除了你能拿到的利息之外 那是不是我们还分摊进来五万的收益呀 所以你第一年的投资收益 应该是多少 十一万 这就是我们溢价和折价 两种情况下 这个投资收益的计算 在这儿我们的投资收益 应该是十一万 那你看看是不是借贷差有了 借贷差那五万得跑到借方了 那那五万不就是我们分摊的那个收益吗 对不对 那分摊的收益 不就是你分摊的这补偿吗 不就是你分摊的少花的这二十万吗 那你这二十万取得的时候 我们寄利息调整了 你分摊 摊销它的时候 也得寄利息调整 所以我们借方这五万 就寄到债权投资利息调整当中 那你会发现 这个跟刚才溢价不同的是 刚才我们分摊那个溢价 也就是那个损失的时候 我们是代方寄了利息调整 对不对 在这儿呢 那这里我怎么跑到借方了 你会发现我们分摊利息调整的这个方向 一定和它取得的方向是相反的 前面你取得资产的时候 你看利息调整在借方 所以你摊销 分摊它的时候 它就是在相反的方向嘛 因为分摊 摊销就是去减少它的余额 相反的方向 它的余额才能减少的 那这里也一样 取得的时候利息调整是在代方 是吧 那我们分摊 摊销它的时候 它一定是在相反的方向 那就是借方 就是借方 所以这就是指个价的情况下 我们这个投资收益的计算 那这块同样说啊 如果你理解不了的话 你也是这个分路能够写出来就行了 投资收益你得汇算吧 不就是应收的利息 加上我们什么呀 分摊进来的收益吗 你分摊进来的收益 这五万咋来的呀 不就是用你那总的折价 二十万给它按年平均吗 除以四年吗 所以这个分路 你能够写出来就可以了 好 这块我们说完之后呢 我们就想一想啊 在一开始我们给大家说过 这个贪余成本是怎么算来着 什么初始确认的金额 减去已经偿还的本金 对不对 还要减去你的减值准备 是不是我们说贪余成本 就是账面价值 那其中是不是有一块要 加减什么累计贪销额呀 这是啥意思呀 什么叫加减累计贪销额呀 其实指的就是我们每一年 你分摊的这个利息调整 也就是分摊的这个折一价的金额 这就是我们的累计贪销额 那为啥这个每一年分摊的金额 我们算贪余成本的时候也要考虑呀 因为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贪余成本呀 贪余成本就是账面价值 你看你这个分摊的折价 或者分摊的溢价这五万 我们是不是寄到债权投资利息调整了 也就是你会影响资产 你寄到资产里了 寄到资产的利息调整 这个明细科目了 所以你当然会影响资产呀 你看这个分路对于资产的影响是什么 你借记了债权投资 那就是资产增加五万吗 所以我的贪余成本这就要加上这五万 对不对 但是我们溢价的情况下 你看利息调整这儿是寄到贷方了 那不就是使资产减少五万吗 所以算贪余成本的时候就要减掉这五万 所以为什么它那个累计贪消额前面有加号和减号呀 就是它不同的情况下 我们对应的是不同的符号 如果你是溢价 那么你一开始取得的时候 利息调整是借方 那确认利息这儿 它是在贷方 那就会使得资产减少 那我们算贪余成本时候就要减掉 那如果你是折价呢 一开始是不是在贷方呀 确认利息这儿 它跑到借方了 那使资产增加呀 算贪余成本就要加上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块利息处理的一个相应的一个内容 所以这里呢 如果说我们解释的这些 你都听不明白 其实也没有关系 最终我们后面有一个例题 你把那个例题当中 这个投资收益是怎么算的 这个债权投资利息调整的金额是怎么算的 你能够理解就可以了 相应的分路能够做出来就行了 我们解释这么多 也是为了方便你去理解 并不是说考试就要考这些行 为什么还有考试不会考的 只要你最后能把分路做对就可以了 好 这就是我们在期末的时候对于利息的处理 那刚刚我们给大家分摊利息调整的那个方法 就是我们那20万 你是怎么分摊的来着 不管你是代价了 还是补偿了 是收益还是损失了 我们分摊的时候是不是都是按年来平均的呀 那这种方法就叫直线法 这是比较简单的一种方法 就是直接用你那20万除以那个n 对吧 但是我们还有一种方法叫实际利率法 这种方法 它就是要借助实际利率去计算投资收益了 这个方法相对来说比较复杂 不过我们初级的教材当中呢 没有展开讲解 所以这一块呢 你知道就可以了 那我们什么情况下用实际利率法啊 企业一般采用的都是实际利率法 而小企业我们采用的是直线法 所以后面我们看到的那个大的例题呢 它就是小企业的一道例题 我们用的就是直线法 就是按年平均去分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一个处理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就是我们到期了 你到期了 利息收回来了 是不是面值也要收回来 对不对 还本付息嘛 所以在到期的时候 诶 借方银行存款一百万 一百万的面值收回来了 那你想想 既然到期了 该收的都收回来了 还有资产吗 没了 所以代方我们就冲掉债权资产成本 就是这一百万的面值我们也收回来了 诶 所以这个名气科目我们也要给它冲掉了 当然如果我们是小企业的话 一样你替换个科目就行了 所以后面我们会单独讲一个小企业的例题 诶 你把那个例题熟悉一下就可以了 好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个提示啊 如果说到期无法收回的 诶 这就类似于我们的应收款项 对不对 诶 如果说你没有办法收回 这就变成坏账了吗 那我们怎么处理 小企业就要将长期债券投资的账面余额 与你可收回金额之间的差额 作为投资损失来处理 寄到哪呀 发生的时候寄到盈利来支出 所以这就跟我们前面讲 那个应收款项的简直的处理是类似的 对不对 借方银行存款是你能收回来的部分 然后代方我们冲掉长期债券投资 因为你到期了 这项资产没了 借贷方的差额就是刚刚提到的 你这个长期债券投资的账面余额 就是你应该收回来的部分 与你可收回来金额之间的那个差额 那就是我们收不回来的部分嘛 我们是寄到营业外支处理的 好 所以这块你注意一下 它的处理原则就可以了 好 那么到这儿 我们全部的账务处理就说完了 那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 经典体解上的例题啊 这是第四题判断题 小企业无法收回的长期债券投资 作为长期债券投资的损失来处理 应于发生时进入资产减值损失 同时充减长期债券投资 账面余额对吗 不是往资产减值损失里寄 是寄哪儿呀 营业外支出的 和应收款项那儿是一样的 我们采用的是直接转交法 那个损失是往营业外支出里去寄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道相关的例题了 那前面也提到了 这道例题它针对的是小企业的账务处理 好 那这道例题也是我们需要掌握的内容啊 甲公司为一家小企业 19年的1月1号 从二级市场购入了债券 支付了价款50亿万 但是它包含了垫付的利息1万 另外还支付了交易费用1万 好 先看到这儿 我们是不是先把你购入债券时的分数做一做啊 这块你就不能用债权投资了 要换个科目 长期债券投资 对吧 所以第一步借记长期债券投资 明细科目呢 可别写成本了 先写上面值 对不对 金额就是我们的面值 50万 那第二步呢 垫付的利息单独拿出来 我们进应收利息 金额1万 第三步呢 看看你一共花了多少钱啊 那这里我们的价款是51万 交易费用1万 那52万呗 银行存款减少52万 最后第四步 根据借贷方的差额 你会发现差额是寄借方的 我们寄到哪 那个债权投资是寄利息调整 你这里就寄一折价 一回事 你就把明细科目换一下就行了 所以你看 做完这个分路之后啊 我们这个长期债券投资这项资产 它的入账金额是多少 不就是这个资产 利亚明细科目的汇总吗 那么利亚明细科目都在借方季 那就都是使得资产增加 直接加起来 我们的入账金额是不是就是51万呀 好 这就是购入债券时的分路啊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个债券的面值是50万 你想想价款51 你的面值是50万 所以属于溢价 对不对 期限是两年 好 只有两年了 票面利率是4% 那你根据这个票面利率能算什么呢 面值是50万 票面利率是4% 两者相乘 是不是就是我们持有的这两年 每年的利息啊 这就是票面利息 但是那这儿告诉你了 半年复习一次 好那你就半年就要做一次确认利息的分路啊 好 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仅为本金和以为偿付本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 他其实哎 这里说的就是我们第一类金融资产 贪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他那个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嘛 本金加利息嘛 而且他准备持有之到期 那不就是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吗 所以他分类为第一类金融资产 那我们小企业这里对于贪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他就是作为长期债券投资来合算的 好不考虑其他的因素 接下来我们来看相应的处理啊 那取得债券的处理我们做完了 我们来看到了1月5号 他把那个18年下半年的利息那1万收到了 这实际上是哪块利息啊 我们是1月1号购入的 那你18年下半年的利息是你的吗 不是他其实是你之前垫付给上一个持有人的那个利息1万 对不对 你买债券的时候 这1万你垫付给人家了 现在你实际收到了这1万 那就是收到了垫付的利息吗 那不就是借方银行存款增加1万 贷方呢 哎你的应收利息1万就没了 所以这其实他指的就是把你价款之前垫付的利息收到了 好接着往下来看 他不是半年复习一次吗 我们就来看看这里我们的持有期间是两年 那一共会涉及到四个半年 分别是19年6月30号12月31号 还有20年的6月30号和12月31号 我们先来算算每半年能拿到多少利息啊 就是票面利息对不对 面值是50万 然后票面利率是4% 这是一年的吧 那再除以2 那也就是说每半年能拿到1万的利息吧 那做分路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是第一个半年 哎19年的6月30号 那我的分路怎么做 借方先寄应收利息吧 为什么用这个科目 因为我们是分期的支付利息 所以直接寄应收利息 金额就是我们这半年能够收到的票面利息 就是你算的这1万 对不对 那代方我们是要寄投资收益的 对不对 但是我们说了投资收益可不是什么呀 可不是这个票面利息一万 那这投资收益实际上是怎么算的呢 还记得我们之前分析的吗 这里是不是属于溢价购入的情况呀 价款高于面值嘛 所以你多花的那个钱 你多花了多少钱 价款是51万 然后你的面值是50万 所以你多花的那1万 其实就是你购入债券这里 寄到这个一折价的这1万 寄到这个一折价的这1万 那这不就是我们为了 哎 这两年拿到高的利息所付出的代价吗 所以多花的这1万 就是你这两年付出的代价 那两年对应的是几个期间 四个期间 因为它是每半年算一次利息的 对不对 好 那付出的代价不就相当于你的损失吗 多花了1万吗 那这损失 我们是不是就要给它分摊到这四个半年呀 就分摊给这四个期间 因为我为的就是这四个期间 都能拿到高的利息嘛 所以每个期间分摊多少损失 来直接出一丝 因为我们小企业用的是直线法 所以每个期间 每个半年 我们分摊的是两千五百元 好 那你的能拿到的利息是一万 那我又分摊进来两千五的损失 所以最终的投资收益是多少 是七千五 所以代方投资收益七千五 那么借贷差 我们这个长期债券投资 一折价就要进两千五 所以你一开始你那一万的溢价的部分 我们是全寄到一折价的借方了 那你分摊的时候 你肯定是往代方去寄 才叫分摊嘛 对不对 所以代方 我们就寄一折价两千五 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半年的处理 那后面三个半年是不是一样呀 因为我们都是平均分摊的 每一个半年的分路 我们都是这个分路 对不对 所以这一块来告诉大家方法 你怎么能够正确的做出这个分路呢 首先第一步你借方应收利息写多少 你这个总能算吧 对不对 就是我们的票面利息 然后呢 你看一看 你之前购入债券的时候 你一折价 这一共寄了多少 一万 这其实就是我们那个溢价的部分 对不对 那我们既然是有四个期间 因为两年 每半年复习一次 所以这一万就应该按照四个期间来分摊 那每个期间分摊2500 那你分摊的时候 这个一折价进哪一方 一定是和你购入债券这个方向相反 对不对 你原来是借方 好 那我一折价肯定是集贷方 所以第二步 你是不是可以先确定了 这个长期贷券投资一折价的方向 以及它的金额 金额就是按照你这个期间去评分 方向就是和你购入债券的方向是相反 所以最后第三步 我们再根据借贷方的差额算出投资收益就可以了 所以具体我们做分路的时候 你就按照我们这个步骤来做 理解的时候是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你只要能把分路给它做出来就行了 这就是我们在持有期间 每个半年确认投资收益对应的处理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到了19年的7月5号 他收到了我们这半年的利息了 那直接借金刚存款贷方充掉运收利息 那后面我们剩下的三个半年 每次收到利息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这么做分路呀 这个就没有区别了 都是一样的 那最后 我们到了21年的1月5号 其实你已经持有之到期了 对不对 既然到期了 我们就要收回你最后一个半年的利息 以及我们的面值了 对不对 所以利息加上面值 一共实际上是51万 借方银行存款51万 那最后一个半年的利息收到了 冲掉运收利息 面值50万也收掉了 贷方就冲掉长期债券投资面值 所以既然你的这个债券到期了 那和它相关的资产就应该没有了 所以该收的都收回来了 贷方我们就把这项资产从账上冲掉 这就是我们对应的这道例题 这一块大家千万在学习的时候 你别把它想的特别复杂 因为我们初级考不到你那么复杂的 它给出的例题是一个直线法的例题 那也就是说 你只需要掌握这儿和直线法相关的计算 就可以了 我说的是利息那块的处理 那就按照我们刚刚这三个步骤 你能把这个分路正确的写出来就行了 所以我们再给大家重复一下 这三个步骤是怎么写的来着 首先借方 你根据你是分期负息呢 还是到期才负息 我们既应收利息 或者是那个长期债券投资应急利息 对不对 那金额都是我们这段期间的票面利息 那第二步呢 就看看我们这里应该寄多少一折价 就是你应该分摊的那个一折价的金额 那应该分摊多少呢 先看看你购入的时候一共寄了多少 你看你这一共寄了一万 那就要分摊这一万对不对 那分摊这一万就按照期间来分摊 因为我们是直线法 那每一期我们分摊两千五金额有了 那我在哪一方去寄呢 一定是和你购入时的方向是相反的 那最后我们再根据借贷方的差额 贷方寄投资收益 这就是我们来做利息这个处理时的三个步骤 好把这个掌握了就行了 好 那么到这呢 我们这个例题就给大家说完了 这个知识点也就全部都结束了 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啊 对于债权投资 我们首先要掌握的是它的初始计量 尤其是那个入账金额的确定 就是我们的购买价款加上相关税费 当然如果有垫付的利息 单独拿出来放应收利息 对不对 那后续计量这块 我们要重点关注的就是它的利息的处理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三个步骤 尤其是小企业这块的处理 因为我们教材上给大家有一个小节的例题嘛 所以这块处理还是需要大家能够掌握的 好 那我们这个内容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